好 把这个台湾水浴馆选起来 然后设定从插入动作 当我按下去滑鼠的时候 它要跳到哪一个投影片 那这里有滑鼠移过 滑鼠经过也可以设定动作 那我是要按一下 当我按一下滑鼠的时候 我要跳到哪一张投影片 第三张嘛 所以点 找投影片 然后选第三张台湾水浴馆 好 确定 好 确定 那这边你可以设定声音 就可以跟超连节不一样地方 是可以设定声音 好 比如说我设定一个 这个打字机的声音 好 确定 好 那珊瑚王国馆 插入动作 当我按下滑鼠的时候 跳到投影片 投影片第四张 确定 好 世界水浴馆 当我按下这个动作 滑鼠这个动作的时候 它会跳到投影片第五张 世界水浴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播放投影片 从目前投影片来放映 好 当我按下这个 台湾水浴馆 按下去 它会切换到台湾水浴馆 它有声音哦 好 那因为我还要返回 前一张 好 当我按下这个世界水浴馆 它会切换到世界水浴馆的详细介绍 好 要离开的话 按邮键做结束放映 离开 那也可以按键盘的这个 左上角的ESC 离开也可以 好 左上角ESC离开 好 来 好 来